地下算地下都市吧 他昨天说是监狱啊 在这个地方呢 其实我们来源这个来的地方呢 是之前有一条没有走的路走到底呢 就可以到他这个地下的监狱 如果说你是点燃状态的话 会在这边碰到一个入侵的NPC 大家不是玩家 是NPC他入侵的 打死他之后呢 给活他的武器是一把太刀 然后还没用啊 因为我不是敏蝶型的加点 所以说不是很好用 正常走上来之后呢 就会碰到一个篝火 这篝火也是这个 这个地下监狼的一个沟 看一下名字叫做伊鲁西尔地下监狼 这边这个门其实原来是不开的 这边是个拆了碰 我是这个已经是我第二次录这个视频了 因为我第一次录了之后发现啊 太难处理的 这个里头怪比较麻烦 时间比较长 很多时间都是在这种 小型怪身上的 我建议大家去带弓啊 然后剑也带蛮比较好一点 因为这地方不带剑的话 稍微有点麻烦吧 这边附近都有一些东西可以收集 开一开东西就是收集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这边会遇到第一只怪 这边这个怪他有点恶心的地方 就是说他看着之后会掉血 真无语啊 他不是掉血 只能说掉血上线 不是不是掉血 我没攻击到他吗 我刚底下没攻击到他吗 这有点诡异啊 好吧 有点无语 大家刚才看到 明显的我就是血上线被他扣掉 他是会回回去的 但要过一段时间 麻烦的地方就在于他 他会扣血上线 然后他他的攻击啊 当然了 回回去的时候 血上线也是不会回回去的 大家尽量还是小心吧 他血道不是很多 大家看到就没看到 这边有一只怪要小心 这边有一只怪会推你下去 站在某一所地方 倒不知道 这里头也是陆续有一些小怪会跑出来 但大家可打可不打 他并没有 开高的魂 然后这边又有两只在这个地方 真的很烦他们 我们等另外一只走过来比较好吧 其实这个地方我们可以 哎呦 吓我一跳 不要这么老吓人好不好 也不是玩这个恶灵古堡 真是 本来已经和恶灵古堡差不多了 那边那个门开的原因呢 是因为他是个捷径 然后我这边就不走那个捷径了 因为走捷径的话 可以直接到下一个点了 其实这张图比较恶心的地方 就是怪比较麻烦 就一直只有怪 他真的很麻烦 他看也就会掉血这一点 实际是有点恶心 我等他走过来吧 这也是我之后说 为了带这个比较多的弓的一个原因 经常用弓去射他们 会比较好一点 有地方可以直接用弓射的话 就不需要太费一些其他的事 就直接把他射死 然后这边其实下面附近说应该的东西可以拿 但是有些地方都没有看到一些点 然后这里头也要注意一些这个笼子里头关的一些僵尸啊 他也是怪啊 然后如果说你有长品 你有带长柄的话 就是攻击距离比较长的武器的话 是可以攻击距离比较方便的 就不要我们走一下看看 其实我并没有完全的太探索干净里头的东西 因为我有些东西 有些东西地方倒并没有去 因为之前只是稍微走一下 和收集一下东西 然后转一下 看一下情况怎么样 结果发现真的是 哦合理一些这种感觉 我先到这对面来看一下 我最受不了这种叫声了 可吵了 这边这个口射之后会来的一个巨方 然后我们可以先走下去 其实这个地方倒不是说走过来就已经 基本结束了 这边我要带弓的原因就是这边射他 卡小角射射 你也不知道你说要带多好的功能 去射他 总之就是 射他就 新了 不要出来呀 给我进去呀 其实我带了一个 我带了一个就是回血戒指 虽然很慢速的回血戒指 但也就是直接就是说 不是很想去浪费 这个元素瓶啊 然后决定去带一下 这边这个很叫的很诡异一个东西呢 其实是也不算是 不对 你是不用打他 打不打他 无所谓 就要记在 这个地方吧 就前面那个大猪娃娃 他会一直接着 哎哎哎 叫了半天反腐 车吵 那你不用打他 打不他都无所谓 打的话也很弱 急到就死了 没什么难解 走过来之后呢 大家可以回头把这个门打开 这样这样走就行了 我只要在这附近找一个 这个盾牌啊 附近有个盾牌 但是我一直都没有找到 我不清楚是不是在下面 还在什么地方 我打算回去看一下 因为我挺想要那个盾牌 说这个法系盾牌 总之先收集一下子呗 以后说不定以后 打二周末 转了一个法系来玩 也是可以考虑玩一玩 让我们先走下面走吧 这边正好有条路可以走下去 这边之前他会把我们推下来吗 看一下 啊 这边会有点麻烦地方是什么呢 是 打他的方式啊 直接 致命一滴 毒药 我被一群奇怪东西围住了 我打他起来 先回起来 刚才没砍到他 理论上应该是可以 一刀把他给砍爆掉 但我可能按慢了 没砍到的 让我回血啊 让我回血 回血回回回回 OK 我把他给我 Canvas 虽然没办法 撕 对 我脖子 对 拖子 其实这个怪要是你愿意用剑射的话可以直接射死 也是 剑的话也不是很消耗啦 就是个射死 两剑就射死 还是很快低 如果你实在不想凋鲜的话就直接射死 我是不想凋鲜 这怪真的有点烦 因为我拿着是比较近低的 没办法啊 就是说你我可以拿长枪之类的 可是长枪是水敏捷型的这种东西 我也没有强化它 导致伤害就会比较低一点 这边他说一个打不开我就不理解 我不知道怎么打开这些 什么地方可以进来 锁折的开起 开不了 锁上了应该需要药吃 然后药吃可能之后会从什么地方得到吧 那我们之后再过来我们就探探路啊 这边我看有没有什么 没收集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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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不是没有吧 也不是 丧尸 没有 没有 这个地方之前会被推下来啊 是推到这个位置啊 之前是会有 哦就是这个吧 就是他包好像 那边三个地方 不浪莱 我想要不要扣很多啊 要抢很多很多 要抢很多很多 我想要抢很多很多都是 要抢很多很多 那这样我们达成这边设计 那只打也一样会出血啊 这边出血怪就有这两只啊 也只能说还有一只 就那只他没有变 他如果会变的话 他也是会有出血效果 要么怎么这边也是打完了 从这边上来之后 我说基本上这区应该全收集完了吧 应该是没有什么其他东西 我们继续走 谁 有什么奇怪的声音 这边是从 我记得是从这边下去吧 这边会有一个比较反的地方 这侧面 大家注意这侧面是有一只的 这边是有一只的 我吓我 这边是有一只 我们先把 在这里射 反正这种掉血机枝啊 超级恶心 然后注意这下面还有一只 在这下面还有一只 超级烦 我们压西把这只给射出来 我不能不能攻击啊 我不能不能攻击啊 不能攻击啊 这太规的吧 我想不能攻击啊 瞎搞 我为何不能攻击他 我又没有被打僵直 但那个我是的确僵了一下 但完全没有僵住啊 他这个工具太极不计 啊好担忒 我觉得下次还拿重剑去硬批他算了 我觉得更好弄一下 重砍他更轻松一点 要弄死两个 其实路倒还挺好走 是不是也会可惜 咦咦咦咦咦咦咚 对到这 我觉得打完基本上 火炎也差不多 会不会 想下谁 你这身体是有多担保 诶 诶 试不到吗 绕这个角度来打算 好打 来吧 这应该特别了吧 再来打死里面一个 没烫谁呢 扫 楼下这一个 楼下这一个我们就跳屁的 这种阴险手段啊 反正就是比谁更阴险 我来比比谁更阴险吧 前面那个笼子 哦 这就前面大头娃娃的那只柜 好像是里头有两只 虽然并不是很强 我会放一个类似一下魔风波 那样的东西 是群毛剧 维谷短剂 然后没了吧 这一个 这箱子绝对可疑啊 这超可疑啊 虽然我不记得是不是啊 但我觉得很可疑 太可疑了 这边这也很可疑啊 那我感觉我不记得射了他 死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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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常的话是走哪条路走 忘了这条路是我们之前摸到一把钥匙是可以开启这边的 往这边走 对 然后也是往这边走会有一个这个 不不不不 这不是这个是捷径 这是第二个捷径 这是整个游戏中的第二个捷径 我们先往那个方向走 因为这个捷径的话 是大概是要到罪业之都了 已经快要到罪业之都了 这边有一个大头娃娃主意 等我没看见 哦 哦 大头娃娃有什么东西啊 你好 打死这两只大头娃娃之后呢 就没有什么东西 大家该收集就收集 这边会有一个这个捷径蜥蜥啊 然后我们就到这个点 这个点呢 怎么说呢 它是 基本上就是快到一个非常麻烦的地方 因为这前面这个下面看的就是罪业之都 我们就是要到这个地方去 这之前是没有boss战的 只有到了这个罪业之都之后呢 才会有boss战 然后这边前面这边是一个捷径 这上面是个捷径 是可以从上面跳的 这是第一个捷径 然后 你把这个 这后面有一个 超银行 这其实这个小怪并不是很强 但是它射箭 你射两千 射两千吧 他们并不是很强 然后大家可以直接 然后前面有一波是可以不用打的 他数量非常的多 真的数量非常的多 这边就不打了 我不是很想打他们 真的有点麻烦 但是你可以在周围就是 拾取些什么东西之类的 然后 我这边就先跳下去 这边跳不跳都一样 我是想知道 这边好像有一个平台是可以走上去捡东西 但是我一直都没有成功 我不知道是我走错地方还是怎么弄 我打算再去探索一下子吧 我们从这后面上去 这边是上 这边要注意是 这边是我 因为我是从那边跳来的话 如果说你是从这跳来的话 很有可能就死掉 但也还不好也不好说 因为这边会有个巨人 在这睡觉 你只要不打他的话 他不会打你 所以是也比较麻烦的事情 然后如果说 你从这边走的话 是一定要打醒他来吧 你是走不过去的 因为他把这个路挡到 这边掉下去是会摔死的 你也所以不可以 就不大好从上面打他 所以你要从这边跳来 从这边跳来 然后从这边下去 但一般来说 你要是打醒他的话 跑过去是不大可能的 是哪个跑过三倍都没有成功过 他的攻击实在太大了 而且你需要上下楼梯 这个点的话 他依然是无敌的 所以说还是要考虑一下打死他吧 但打死他的话 只能用攻射 或者是在楼上跟他打来打去 但我这边我是怎么说呢 不要这样 不要这样 我先进退两难 我先超级进退两难 这个锤子怪虽然伤害不高 但他的攻击有点烦 他的攻击很慢 但就因为他很慢 所以你很难抓准这个 这个timing去打他 你看就 哎呜呜 蹦 因为我有时候就想 就是说 他锤下的那时 你今天就要翻滚 可是他锤的那 他又锤的这么慢 导致我根本就是 这说翻也不行啊 这说不翻也是有点尴尬的样子 吃不到我吧 但是我没吃到的 吃不到我吧 但是我没吃到的 这样也能吃到我了 直接去砍啊 这货就不用什么贼 这货本身虽然拿刀感觉好像很厉害的样子 但并不是很厉害的 我觉得这个门应该可以打开的吧 应该这边某个点 我觉得应该是可以跳下去才对 因为那边那个地方 我不是能上去 虽然那地方我可以到 但是我并不能上去 要找找位子吧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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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这边有没有什么其他路可以走 没怎么探过这条路 好像 这边就到达这个上面 然后呢 然后 猫子没什么东西 我猜到那站了 黑其马我都都看不到的 我们走这边下来 这边啊 原来是这样啊 原来不用打巨人的话 就从背后绕到这个地方来就可以了 对的 就可以了 没有东西我没剪到 我可能等我去剪一下子吧 这边呢 就是到一群老鼠的地方 然后 我要说一下是 这边是到达罪业之路的路线 是从这边 这老鼠出来的地方进去 然后职责的话会有 会有两个宝箱 然后一个是其中一个呢 他是 怎么说明他呢 其中一个是这个怪物 怪物宝箱 假宝箱意思就是 然后我们 这边的话是可以要是要跳下去最好 如果说啊 只有路的话 你最好就是跳下去走 因为底下有一个捷径 正常要怎么做 那下面还有只捷 我看一下 我忘记路线了 嗯 嗯 嗯 从这边走是下去的话 我基本上好像是没有楼梯下去的吧 我是直接跳下去 跳下去了什么意思就是 我就 跳下去咯 这边除了这个大门之外 有个这个小门 大家认为这个小门 这个里头这个 老鼠猫虫是 猫虫是无限刷的 真的他猫虫是无限刷的 他 你打完之后他会一直不停地出不停地出 从这边上去之后呢 就会到trap point 就直接 回trap point 就这边这个篝火 就在这个侧面 点一下就可以了 这边是能回一下 回复一下这个药剂 虽然没怎么消耗呀 一样就从这边过来 这边我可能要再重新走一下 另外一条路段 那边可能需要跳过去 我这游戏一直不是很喜欢跳 因为他这个跳的方式是有点 尴尬吧 算是 也不能算多尴尬 我觉得是有点小麻烦 不是很好按 他毕竟是按着这个L3 按L3的话 有时候就是感觉好 他必须我 我的手持有 手指有个自动颜值 走这边走的话 直接走这边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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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里头会有一些小怪 稍微处理一下 这边有个梯子 这边也是个假宝箱 这边是个假宝箱 这边一样 但是他会掉东西 掉那个什么什么剑 雷神之剑 还是 就是反正就是一个特殊的剑 知道了 在这边可以打到 然后这边就是可以走上去 走上去的时候 我们会看到之前那个平台上 有个东西没剪吗 这是我之前以为是有其他路 所以说我就没有去剪它 然后一直在找路 但也没有找到就是走那个地方 路是有点长的 这边爬上来之后呢 我们所在的位置呢 就是这个地方 我这个能跳不去 莫有成功 莫有成功 我看他跳太早了吧 那真的不是很好跳 再跳一次 那个老鼠又刷 哎呦老鼠哎 长那么大干嘛呢 我恶心啊 我们再跳一次 不是很好跳 说真的有点累 可能 如果说我是在跳不过去的话 那我就做剪辑吧 我还是 我还是一定要想要拿到一个东西的 一次基本上这个捷径就是怎么 也可以跳过去 我们剪一下雷奴剑 好像很厉害的样子 我们这样的话 直接就从这边跳下去吧 就 就从这边走吧 然后就不走这个 看是回头路了吧 在这边就是要清理一下 这些老鼠 然后就会到一个另一个房间 走过那房间之后 我们就是到 这个制度 那么小的距离 嗯 这是找我 抓得真好 我这边先切啊中间 这边点里头有两只大老鼠 很大 出来吧 我知道你在哪 因为他很想砍吧 不是很好砍 所以说改用双手 不是好处理 还有一只 我干嘛呢 你卡吧 干嘛呢 你干嘛呢 非劲 你看我来找他 OK 反正这边呢 就已经到了一个最恶心的地方 虽然不是难打 他只是 过来很麻烦而已 真的 这边东西比较多 可以大家可以去捡一点 东西还很多 我 我真的他攻击怎么我会打到墙原来是你那个破铁杆子吗 这边这些怪他都会给你扣你写上线 所以非常恶心 非常麻烦 然后这边我就使用射击流 射击流 知道吗 但是在那里会诒 有没有射击 就很可怕 真的 反正呢 对 没 好了我都没血了给他扣的 他会把你扣到一血为止 你说这多流氓 超流氓 有很多就是了 我们喝个血 喝血喝没喝都没有太大区别 再免得他突然冲上来搞了 回去了吗 要来就出来啊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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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他听就看到个剑飞过来之后他就有反应 这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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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过来吧 跑过来吧 好麻烦 那我超级不熟 这边注意可能会射到墙 因为他并不是说就这么准在这个物质上 所以注意可能不要太贴着墙去射这样可能就射在墙上 我跑 你想穿墙吗 你 有什么可怜 我一条一下 抱头 最后一致 死吧 应该没了吧 理论上是没了 附近大家可以稍微 收几点东西 我看这条路是什么来的 我好像忘了 这条路应该是个捷径 对 没错 这条路是个捷径 大家从这条路上去呢 就会看到 看到这我们这个另外一条路 他虽然不是在这个萤火旁边啊 但是这边可以跳去捡个东西 但是他呢 他是在另外一个位置上 就是说其实离 引火并不是那么的远 就在这个地方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这边有个死是这个地方 其实要走过来的话 让我想想啊 走过来的话 大家应该是从另外一条路 从对面那边 哦不对 这边好像直接走过来就可以了 因为前面那边也是一个捷径嘛 那边是出去到另外一个路口去 等于说一个是往那边走 一个是往这边走 所以没有太大的问题 但因为这边没有boss 所以说并不需要经常来 他只是一个捷径 临时做了个捷径而已 并没有什么太多的目的 就是防止你在中所死掉 或打巨人时候死 不是打巨人 打这锅怪的时候死掉 你巨人在之前了 然后让你过来一下子而已 没什么 这边会有一个东西可以收集的 这个就是龙吗 龙人吗 这个 我们继续从这边下去啊 然后下面就注意旁边有些东西是可以收集的 好像还有一个 为什么莫名的翻抽中了 这头都有怪的 然后 这扇门是打不开的 我记得 这扇门是打不开的 我不知道是怎么打开它 他说是锁着的 可能需要药 这两个都有怪 然后怪都是 里头有东西拿东西挺多 然后大家可以拿一下 这边里头会有一个 对 会有一个比较难打的家伙站的地方 大家要注意 另外这边会有个宝箱 是个加宝箱 但是大厨大厨会掉东西 这边就会加宝箱打掉了 所以他已经不在这 这里头也是有怪 这能比较恶心 让大厨娃娃怪还是挺多的 但也不是很难打 所以还挺简单的说到 然后这边就到了这个罪业之路 罪业之路就在这个地方 然后从下面走 前面就会是碰到篝火 这边要注意这个地方 就是说你走这个桥的时候 会掉下来一个实施轨 这些只会掉一个实施轨 然后像现在这样 又掉了 我想说他怎么又掉了 你刚掉来过一次 他又掉了 刚才怎么打这货 其实有点 就是说一贯这个黑暗灵魂的 猥亵路线啊 射死了 这就是我的做法 射死 他其实也本身也并不难打 但是我觉得 对我来说会有点难度 他不见了 之前他就见这个样不动 他被我卡在这 他可能还不会走过来 然后你可以在这个位置上卡 他就行 他的翅膀是盾 可能打的会比较慢 然后他也会跑来跑去这样 比较麻烦 因为他我记得他 就像就站这个地方 他会像这去补动 他有时候会拿他翅膀 去当你的这个伤害 然后打他的话 会掉他手上那把枪 其实他算好了 不是 其实也不是很难打的 但我也不是很想去挑战他 我觉得身上还有一个魂 可以升一级的 我还是先让我升一级吧 你就乖乖的留我在这 累死吧 他开始来了 他开始会用他的这个翅膀去 挡了 但依然可以射了他 就你要抓准这个时机 比如说他 防的这时候 然后松的那一瞬间再射出去 就可以直接命中 还是比较好打的 没有什么太大难度 你看这时候还是咯噔一下 咯噔 好烦 他有时又不会动 各位又懂 挺讨厌的 如果你不想打的话可以射死他 如果他一想打的话 就直接下去把他打死就行 但我主要怕是个桥 因为他这个地方 地形其实也不是特别大 如果他攻击分比较大 导致我要翻来翻去的话 其实也到 挺麻烦的 真的 最后一次了 走 嗯 这样我的功 其实功效还挺快 这一步啊 因为一只要都要用到这个剑 用剑还效得挺快的 一只要用到剑 所以说备个99把 99只还是可以有点用处的 这边会获得他这个枪 然后这边就会碰到第一个 聚业制度的篝火 这边从外侧下去是Boss战 我从这外侧下去是Boss战 但另外一个调度可以设计点东西 我打到先去设计点东西 之后再去打Boss战吧 我这边直接跳下去就可以 他跳下去之后还得再爬上来 从另外一侧爬上来 这边爬上来 爬到上面就是 勾火点一下之后我们就先回城吧 我等于先去升个级之后 再去设计点东西 然后再去打下Boss 那么这一段先录到这边 然后下面就直接贴Boss战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